有可能说有冲突发生,但并不是确定的,那如果有一个共同的威胁,上一个十年,可能恐怖主义可以成为一个共同的威胁,基地组织对于美国,它是一个威胁因为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包括它对中国也是一个威胁,因为中国对于维吾尔族的少数民族的政策。 但是这个威胁还不够强大,让中美之间能够结成一种军事上的同盟,更多的是比如说公安部或者是执法人员会有这样一种合作,那如果伊朗它获得好多武器,然后成为美中两国的共同威胁,可能会结成同盟,那么倒不是说为什么中美要有这样一种同盟, 因为他们面对的威胁是不一样的,因为没有什么外国的国家可以对中国产生威胁,俄罗斯也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军事上的威胁。 对美国来说要征服中国也不太可能,所以中国很有安全感,它不需要跟外国建立这种军事同盟关系。 是的,就是说看来呢不排除未来美国和中国会结成军事同盟的关系,但是目前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 好的,继续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下一位是江西的李先生,江西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提三点。 第一,我认为美国飞机对中国人海的挣扎,与美国二战时的埋藏的珍宝有关。 第二,关于两行的问题,美国的确心怀不良。 第三,我认为台湾问题只是其外的话题,也是美国对中国不断地打台湾牌的问题。 谢谢。 好的,谢谢您。 下一位,山东的孙先生。 孙先生你好。 先生你好。 晚上好。 请讲。 我坚决支持美国政府向台湾这种民主国家,这种制度的国家出售武器。 那样的话,对专制独裁的中国政府是一个严防吧,算是。 还有一点就是说,美韩在东海军事演习的事,我太一点看不到。 就是说,我相信美国政府在那边和韩国演习是单纯的,直向是朝鲜这个国家。 我劝中国的一些老百姓不要产生过多的联想。 还有一点,我提示美国高层和一些智库的人员一定要注意,中国这个独裁政府啊, 它现在是分三步走。 一个是,就是说,现在是卧薪尝胆,第二步呢,就是说韬光养晦,第三步就是后级播发。 如果中国政府这个专制这种,专制独裁的政府达到后级播发的程度,那将是世界的灾难日。 谢谢。 好的。 怀子博士,您的看法。 有可能,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不能确切地知道。 那么如果是悲观的情况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会越来越强, 然后就卧薪尝胆,然后最后呢,就是征服在亚洲亚太地区的国家,甚至跟美国提出挑战。 但是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中国会继续向一个更为民主的体系发展。 现在美国并不认为德国、法国和英国是一个威胁,尽管在过去美国跟德国也发生过战争。 他们说经过一段时期,中国这个国家自己会有改变,所以美国不会再视中国为威胁。 好的,还有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 我希望呢,每一位听众观众打电话的时候呢,要简明额药,我们时间剩下的不多了。 好的,下一位是广西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我认为,现在的香港的民主的倒退的话,应该是台湾的前者之间。 台湾应该积极防御,购买一些武器来作为应对。 而且朝鲜的所作所为是现在对现在人民的侮辱。 现在现任联合国在对朝鲜的联邦行为的无所作为,让我们多想回想起共和党的麦凯恩曾经对改革联合国的姿态可以说, 他说可以考虑民主国家联盟的国际体制。 设想如果是共和党人在执政的话,朝鲜的这些举动就造来批批发的武力打击了。 这也是共和党人一直在努力寻找的机会。 好的,谢谢您。谢谢。下一位是广东的任先生。广东任先生,你好。 喂,请讲广东任先生,抓紧时间。 对不起,广东广西的人先生,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美中军事关系的问题。 如果您讨论人权问题,欢迎您下一次我们在讨论人权问题的时候,您就打电话回来。 好的,最后一位,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这个我比较支持美国的对待接受,因为我也很赞成就是说,用武力就是挖起共产党专政政权。 我不想,我就不知道,我也不明白,就是说为什么共产党那么大的面子啊。 就是说他往朝鲜去啊,我叫他往朝鲜去啊,那些人都不敢作声了,美国也不敢说什么话了。 我都不知道,朝鲜也老实,朝鲜也和韩国也老实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共产党为什么,显示他很强大,为什么美国怕跟共产党,不是跟中国打,是跟共产党呢? 你不消灭共产党专政政权的话,他将来绝对会威胁到西方的那个民主政权的,这个一定要切记切记。 好的,谢谢。 刚才我们最后的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表达了和前几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时候的观点相反的这样一个立场。 就是说呢,他们都啊,主张美国应该对中国保持强硬,不应该屈服于呢,就是中国的压力。 那么怀兹博士,我们现在大概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请您谈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人们的恐惧是,中国是不是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敌手? 那如果要采取像冷战时期这样的这种对峙性的政策,比如说要攻击中国的话,那中国肯定就会成为美国的敌手。 当时哪怕是前苏联的时候,我们也是在采取等待的这种政策。 他们的,当时前苏联的政策体系也是非常不民主的,过一段时间自然会立不住脚,他们也希望中国是这样,希望中国能够有像日本、南韩或者是台湾这样的民主政策。 我们不需要用战争来获得这一目的。 当然,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中美,包括别的国家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他们都是和五国。 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中美要进入战争的理由,只要花一点时间情况会得以改变。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了。 我们感谢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和军事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您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 再次提醒大家,除了通过短博和卫星电视接受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浏览其他最新报道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M